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已经高龄95岁 日前才刚刚出院 没有想到最近公开露面 却被发现双手发紫 直到有网友都快下坏 简直说像僵尸手 这也让大家开始担心她的健康状况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因腰部扭伤静仰 睽違一个多月 再度现身执行公务 却被发现这手好像怪怪的 瞧瞧本来该呈现肤色的双手 却毫无血色甚至发紫 直到网友都快吓坏了 说女王这手好像僵尸手 到底怎么回事 虽然年纪大健康状况难免衰退 但女王这手实在紫得不太像话 事实上两年前 她也曾被拍到双手发紫 甚至有些瘀青 专家说可能是天气太冷 也可能是疾病产生 雷诺氏现象是一种对寒冷或情绪压力 血管呈现过度反应 肢体末梢婚姻缺血 变白变子 严重恐得截肢 若双手突然发麻变黑变子 要小心恐怕是急性中风的前兆 医生提醒 三高年纪大或甲状腺抗净患者 都是高危险群 千万要特别留意 综合报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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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